有钱也治不好病的三位演员 赵丽颖上榜 张一山让人心疼 其实演员背后的艰辛是大家想象不到的 因为拍戏的过程中总是有一些突发情况 比如于浩明曾经和任家轩在拍戏的时候不幸被火烧伤 而且一些演员也因为拍患上了有钱也治不好的病 赵丽颖是现在比较活的小花蛋 他不是科班出身 但他在拍戏的过程中非常努力 这让他现在因为拍戏身体出现了一些毛病 他作为一名老演员 由于拍戏时工作强度太大 他的身体吃不消最后导致他患上了强直性脊柱炎 因此他走路的时候都会晃着脑袋 这在一段时间还引起了网上的模仿 张一山这个乐观的大男孩也因为工作强度大让自己的身体出现了问题 相信大家看他参加的综艺节目 时又看见过他直接在节目录制的过程中就出现了身体不适的症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